在边境冲突持续升级的背景下 印度军方高层却爆发了公开内讧 这使得外界对于印军的团结产生了严重质疑 据印度防务论坛网站12月6日报道称 12月4日是印度一年一度的海军日 然而印度海军参谋长辛格上将 却公开反对国防参谋长拉瓦特上将的决定 后者下令将维沙尔号核动力航母下马 认为赤巨资建造核动力航母根本没用 不如把省下的钱投入到潜艇或是陆空军的建设上 对此印海军一号人物指出 轻视海军建设后果严重 开战时必将会后悔 如果因为军方高层的短视 而放弃打造国产核动力航母 将是印度的重大损失 长期以来 印度海军就希望打造一支拥有三艘航母的蓝水海军 但是出身陆军参谋长的印国防参谋长拉瓦特 是对此不屑一顾 认为海军的首要任务是建造潜艇 而不是大而无用的航母 他认为航母非常容易被击沉 潜艇才是印度海军的发展方向 但是面对印军方最高指挥官的决定 印海军司令却坚决反对 辛格上将表示 海军坚持认为建造第三艘航母十分有必要 这使得心得里能随时有两艘航母在海上部署 对于加强对印度洋的控制能力至关重要 印海军上将指出 和对手相比 印度航母已经被甩在了身后 印度的竞争对手 已经拥有两艘排水量超过6万吨的航母 并且第三艘航母正在快速建造 预计到2049年 将拥有堪比美军的十艘航母 包括四到六艘核动力航母 与其相比 印度海军目前只有一艘航母 即使在国产维克兰号航母服役后也只有两艘 并且从俄罗斯引进的维克拉玛蒂亚号 剩余寿命也只剩下大约十年 届时 印度海军将重新沦为只剩下一艘航母 无论如何都无法和竞争对手抗衡 因此即便要投入再多的资金 也有必要打造第三艘航母 印媒称 印度军方之所以不愿意投资第三艘航母 和成本过高密不可分 当场购买俄罗斯二手航母时 莫斯科最初以免费赠送为诱惑 最后不断加价 金德里最终付出了60到70亿美元的巨大代价 而由于多次延期和成本激增 国产的维克兰特号航母 花费了100到110亿美元 投入产出比过于悬殊 而计划中的维沙号核动力航母 预计成本高达160到170亿美元 对于印度来说 根本无力拿出这一笔巨资 因此虽然印海军坚持己见 但是心得里却依旧不为所动 坚持要砍掉核动力航母的项目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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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